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他们的神态依旧是精神绝朔 一对夫妻如今已相伴并携手长达62年的婚姻 不觉得人们也在想到底是什么使他们长寿的呢 通过调查发现之所以当地人能够高龄 越来越年轻是因为经常做跺脚这个动作 跺脚到底是什么神秘功法吗 不光可以消气还能越来越年轻到底为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 跺脚为什么能越来越健康年轻 长寿老人这么喜欢跺脚 主要是因为下面这几点 一 不通成病 80%的疾病都是因为循环系统受阻造成的 就是那些不知名的稀有病症 多数也是因为微循环系统不通造成的 二 血肚病生 微循环系统不通导致身体部分机能受限 表现出多种无菌性症状 微循环不通造成血液滞留 停止流动的血液中细菌繁衍 就形成了各种炎症 三 血通病去 因此血液如果能畅通 则会把血液中的毒素细菌冲刷流走 从而实现血液畅通百令不生 四 干净血液 剁脚的时候 血液往下走 但因为心脏的功能血液在循环 不可能只下不上 所以血液到了脚底又会上来 上去时就是干净的血液了 剁脚到初七 你会觉得很长 到后来 脚底会有一层五分前后的死皮 这就是血液的垃圾 像孩子的脚 这时 你全身循环的血液 都是干净的血液了 五 震动全身 剁脚的时候 脚底心链接着五脏六腑的穴位 每一次剁脚的下去的时候 都会震到这些穴位 剁脚因为是站着发力 用腿发力 产生的震动力强 这样的强的力 通过骨骼传到全身 所以当一个人身体开始通了的时候 他剁一下 会直接震到头顶 没通震上去 身体一些地方有酸痛 六 剁脚能剁通脚底微循环 能让浊气迅速往下走 让清气往上扬 耳聪莫明 头脑清晰 头天晚上热水泡泡脚 第二天早上再把剁脚一做 更进一步加强对泳泉 和脚底各个脏腑反射区的激活作用 也能进一步地冲开肾经 冲开冲脉 冲开腿内侧的干皮肾三条经络 冲开韧脉 三 经常跺脚 有九大神奇好处 一 促进血液循环 人体中的循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 中医认为 人体80%的疾病 都是因为微循环系统受阻造成的 微循环不通 造成血液滞留 无法将毒素排出体外 就容易引发各种病症 跺脚的时候 促进了血液循环 毒素便不会堆积 血液畅通则百病不生 二 消闷气 脚底有着消气血 比如太冲血 它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血位 有补虚解释的双向作用 经常跺脚 可以振动穴位 有助于平息肝痒 跺走身体闷气 三 辅助纠正驼背 脊椎两侧的肌肉 通过膀胱筋与脚后跟相连结 通过刺激脚后跟 就可以拉伸肌肉 有效地纠正驼背 四 缓解小便不畅 小便不畅 可能是由于膀胱气化不利 所造成的 而脚背外侧 即是膀胱筋所寻行之处 如果坚持跺脚 就可以使膀胱更加健康 五 缓解压力 脚与大脑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经常跺脚 可以有效改善脑部的气血循环 平时感到压力大 心情烦躁的退休族 可以趁闲暇的时间 一边跺脚 一边进行深呼吸 就能缓解紧张的精神压力 六 补助肾气 脚跟与人体的肾经关系密切 跺脚实际上是刺激了肾经穴位 随着年龄增大 肾气就变得虚弱 往往有怕冷胃寒 足不冷痛 下肢浮肿等症状 其实跺脚就可以补足肾气 以促进肾气的通阳气化作用 七 缓解手脚冰凉 中医中有个词叫 阳随阴降 跺脚可以把气往下引 跺完脚后 脚上热乎乎的 气血下行了 血液流动更快 所以手脚冰凉的问题就解决了 八 预防中风 中医认为 凡中风既是真阳衰损的阴神阳虚症后 肾经而下归于足底 如果出现面红 头晕 手足发麻 血压身高明显等中风先兆 这时要及时地预防 跺脚可以前阳 引火下行 有效预防中风 具有防止静脉曲张 跺脚是很不错的有氧运动 能让血液可以攻击心肌足够的氧气 有异人的心血管健康 还能锻炼小腿肌肉和脚踝 防止静脉曲张 增强踝关节的稳定性 四 跺脚姿势不对易受伤 老人们要特别警惕四个错误方式 一 抬脚过高 有的人觉得高抬脚才能使上镜 脚抬得越高 跺下去越有力 效果越好 其实抬脚过高 亦导致我们下盘不稳 容易摔倒 二 落脚不实 跺脚落地时 尽力只停留在地表面 没有实用价值 正确地跺脚落地后 尽力直透地面 深入地下 声音沉闷 浑厚 听起来声音像是从地下发出的 三 利点不明 跺脚时脚趾 脚掌 脚跟 脚掌外侧等部位用力不轻 或产生错误的局部用力 亦造成脚跟 怀等部位损伤 在练习跺脚时 应根据不同的动作需求和用途 而使着力点有所变化 四 尽力不合 跺脚不应该只是 腿脚局部用力的动作 而是整体发力时 把腿脚催下去的 腿脚用力与整体尽力 醒气不协调 会致使内气不能下惯 尽力无法下沉 所以跺脚这个简单的小动作 也要受整体尽力的支配 三十分钟左右为宜 没有时间 三到五分钟也可 以跺到脚发麻 发热 发胀时为宜 此时会全身发热 感觉很舒畅 脚底有很多穴位 用力跺脚可振动 按摩并打开这些穴位 因此跺一次脚 等于做一次足疗 而且比足疗的效果翻倍 医生 我一喝水就想上厕所 这是不是就说明 我的肾脏出问题了 梁大叔今年五十四岁了 由于他平时比较重视 自己的健康 所以身体还不错 但是 他每次喝完水之后 就想上厕所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不觉得有啥问题 就单纯地认为 尿多是喝水喝多了 然而 前两天 梁大叔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看到有一些专家提到 一喝水就想上厕所 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 梁大叔得知这个观点以后 心里就比较担心了 因此 他就去医院寻求诊治了 到了医院以后 梁大叔就赶紧问了 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 门诊医生听到梁大叔的提问后 就说道 喝水后尿就多 不一定就是肾脏出问题了 具体的 还需要做一些检查 才能明确 随后 门诊医生 就给梁大叔 开了一些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门诊医生 就让梁大叔回家观察了 可能很多人 都有和梁大叔一样的疑惑 为了让大家对肾脏 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今天心仪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相关的知识 一 我们喝进去的水 在人体内是如何代谢的 俗语说 水是生命之源 这话很准确地写出了水的重要性 有一些研究表明 人在有水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最多可以存活三周 如果在有食物 但是没有水的情况下 想存活一周都很难 当我们喝了水以后 它就会依次经过口腔 食管 胃肠道 我们喝的水 进入到胃肠道以后 它就会被吸收入血 血液流过肾小球的时候 血液中的水分和其他物质 比如葡萄糖 尿酸 尿酸 无基盐 尿素等 就会从肾小球中滤过 从而形成原尿 这些原尿 随后会进入到肾小管 肾小管具有重吸收的作用 它可以把对人体有用的物质 再重吸收进入血液中 比如葡萄糖 电解质等 最后剩余的物质和水 就形成了中尿 中尿会顺着输尿管 进入到膀胱内 膀胱内的尿液 储存到一定的量以后 就会给脑部发送信号 进而使得膀胱阔约极开放 之后 尿液就顺着尿道排出体外 二 一喝水就尿多 三 是肾不好的表现吗 大部分情况下 喝水就像排尿是正常的表现 尿多不一定是肾不好 只有部分急性肾功能损伤的过程中 会出现尿多 反而是尿少的人 需要警惕肾不好 正常情况下 成年人一天会排尿三到六次 夜间排尿次数为零到一次 当然这个要排除水喝多的情况 什么时候尿多要怀疑肾不好 一般来说 如果在24小时内排尿超过八次 晚上尿尿也超过了一次 每次尿量不多 就可以怀疑是尿频 很多朋友在夏天吃西瓜时 不一会就会产生尿意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西瓜中的糖分比较高 这些糖分进入到肾小管以后 就会造成肾小管内渗透压增高 进而引起渗透性利尿 还有一些朋友一下子喝了很多的水 人体为了维持电解质平衡 就会减少抗利尿激素的分泌 抗利尿激素分泌减少了 那就会让更多的尿液排出体外 与此同时 有些朋友一喝水尿就多 可能是因为精神性反渴 这种一喝水尿就多 主要就是因为心理因素引起的 在对其进行了心理方面的治疗后 症状也多能缓解 当然了 一喝水尿就多 也可能是某种疾病在作祟 人如果发生了泌尿系感染 比如膀胱炎 肾余肾炎 也会出现尿频的症状 这类人可能只需要喝一点水 就会出现药益 还有一点 如果得了前列腺增生 也会出现一喝水就尿多的症状 这个主要是因为 前列腺增生会刺激尿道 与此同时 前列腺增生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它还会压迫膀胱 造成膀胱容积变小 这个时候 可能膀胱内的尿液量不多 也会引起尿频的症状 三 尿多 究竟与什么因素有关 一 液尿多 口可糖尿病 尿多 可分为白天尿多 或夜里尿多 两种情况代表的问题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 夜里企业明显增多 还出现口渴 口干 多喝水的现象 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症状 可以及时测量一下自己的血糖 避免血糖持续的升高 对血管造成严重的损害 另外 尿多的同时 气味也发生了改变 每次排完尿 总是闻到一股烂苹果的味道 极大可能是惹上糖尿病了 二 尿多 尿液呈茶色 肝脏有疾 尿液发生变化时 不仅与肾脏有关系 还与肝脏健康有着重要联系 肝脏也会参与到代谢 还需要分泌胆汁 在此过程中 如果肝脏功能出现损伤 就会影响肝脏分泌胆汁 影响胆红素的分泌 如果尿液中的胆红素过多 也就会让尿液的颜色发生改变 会出现茶色的尿液 同时 还会出现尿多的现象 三 尿多 尿急 尿痛 尿路感染 排尿次数变多 还与尿道相关问题有关系 若尿道接触过多的细菌或微生物 或者说尿液中还有一些有害物质 就会使得尿道受到威胁 从而引发感染 在尿路发生感染后 就会出现尿多 尿急和尿痛的症状 如果你在尿多的时候 还出现尿很急 且有疼痛感 就要怀疑是尿路感染了 需要及时治疗了 除了与尿路感染有关 也有可能是尿道炎 当感染变严重后 不能及时地处理 就会发展成炎症 排尿次数多 除了与疾病有关系 还可能与一些因素有关 比如说情绪 吃盐比较多 人在情绪紧张的时候 就很容易尿多 会频繁地想要上厕所 以此来缓解紧张情绪 还有就是 平日里吃盐比较多 会导致体内的水纳钾失衡 也就会出现尿多的情况 以上都是尿多的原因 若你有尿多的现象 只是偶尔的话 可能不是疾病引起的 大多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就比如说情绪 喝水多和吃盐多 排除这些因素后 还是频繁地出现尿多现象 就要及时去看医生 早点排查出病因 才能尽快地去治疗疾病 对于一喝水就尿多 与肾脏好坏 不建议去过分纠结 要知道肾脏的好坏 不能只从尿多去评判 当然 如果实在担心肾脏健康情况 可以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 养护肾脏食物有哪些 一 喝水 中医认为肾煮水 为水脏 对调节水液平衡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体内代谢废物的排泄 也有赖于尿液的排出 因此 日常生活中 应注意补水 维持充足的尿量 可预防肾结石和肾功能损害 二 黑豆 又名乌豆 胃肝性瓶 中医入皮筋 肾经 黑豆具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脂肪和多种维生素 本草刚目记载 黑豆有补肾养血 清热解毒 活血化淤 乌发明目 延年易受之功效 所以黑豆也被古人誉为肾之骨 特别适合肾虚患者 三 黑米 中医认为黑色入肾 故黑色食物能养肾 黑米同样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多种维生素 以及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 具有滋阴补肾 健脾暖胃 氧气活血 清肝明目等功效 经常食用黑米 可预防贫血 白发 头晕 目眩 改善肾虚和小便 不利 四 栗子 栗子性温 胃肝 有肝果之王的美誉 中医中 栗子除了有健脾补肺之外 还具有补肾强筋的功效 最适合肾虚腰痛者使用 五 核桃 核桃有补肾固筋 利尿消失等功效 常吃核桃 能改善肾虚腰痛 尿露结石等症状 日常饮食应注意 除了多食用补肾食物之外 日常生活的饮食中 也应注意 以素食为主 肉类为辅 荤素合理搭配 同时也应做到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一 低耐饮食 高耐会导致血压升高 肾血流量减少 从而损伤肾脏 日常生活中的那 主要来源于食用盐 因此 我国膳食营养推荐 每人每天摄入不超过六克盐 二 低质低飘零饮食 尿酸升高 是导致慢性肾脏疾病的 常见原因之一 尿酸的生成 主要来源于飘零 大家都喜欢在寒冷的冬季吃火锅 涮完火锅后 再喝一碗锅底的高汤 汤汁浓稠 味道鲜美 但就是这碗高汤 含有大量的飘零和脂肪 能引起尿酸升高 甚至痛风发作 总之 要想养肾还需要综合调理 所以日常生活中 还应注意多运动 运动能强身健体 保持青春常驻 对保护肾脏 也有良好效果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